第一个中台 我也跳起来 轻快又充满希望的节奏 灭火七月团主唱杨大正 为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写歌 希望唤起更多人站出来相挺支持 陈时中的民调也持续攀升 根据三立新闻委托雨晴指标公司最新民调 陈时中以32%支持度 在蓝绿白中排名领先 这一民调当然都具有参考的价值 那才能够领先我们当然很高兴 有人问我就说那这样子如果选输怎么办呢 但是你如果破坏了他践踏了他 那选你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想过去900多天防疫日子 却频频遭对手攻击抹黑 陈时中很感慨 却似乎让绿营支持者归队 在台北市场选战 陈时中拿下32%的民众支持度 蒋万恩则是29.5% 黄珊珊是17.6% 不过在市场选战看好度方面 蒋万恩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陈时中则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八 黄珊珊依旧排名第三 不过这两题都有超过两成 跟两成五民众没有表态 这结果让黄珊珊很不服气 黄珊珊对自己选情很有把握 不过分析民调结果发现 山人支持度互有消长 陈时中在来迎票仓中山文山跟大安区都居于领先 蒋万恩被超车 至于黄珊珊本命区内湖跟南港 则分别输给陈时中跟蒋万安 民调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 尤其在选举最后阶段 但是我们就是财文脚步 持续的深入基层 选战倒数民众思考 未来首都市长由谁来当 蓝绿白拼全力 争取每张选票都要票票入轨